报读检视器 这一节将会介绍报读检视器的功能 和它的操作方法 报读检视器的主要作用 是令件事人士看到电脑正在报读的内容 而了解使用者在看的内容 开启NVDA后 在桌面右下角工作列NVDA的标志上按右键 然后用鼠标选工具 或者用键盘同时按Insert和End 然后按T 然后再选报读检视器 或者再按S 在这个时候检视器的方法会出现在桌面上 当报读器所报读出的每一只字会显示在检视器上 如果要关闭报读检视器 只要在桌面右下角工作列NVDA的标志上按右键 然后用鼠标选工具 或者用键盘同时按Insert和End 然后按T 然后再选报读检视器 或者再按S 报读检视器就会关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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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